接下来关心老人家 县府智力建构老人在地健康老化的环境 成立了老来保健康促进家园 而今天在苏澳的圣湖社区 成立了宜兰县第五站的十分幸福圣湖站 而许多贵宾都出席来见证 同时也宣告第六站的头城龟山社区 下个月也会成立 宜兰县老来保健康促进家园第五站 十分幸福圣湖站 今天在圣湖社区活动中心举行街牌典礼 乐陵非洲补队带来了精彩表演 展现老人的健康活力 有药的时刻到了 感谢感谢 我们宜兰县老来保健康促进家园圣湖站 接牌典礼 接牌典礼 这一定来选第五站来到姓郝社区 我今天前往后宋理事长在冬月山 冬月山跟孙安社区做连证 我们今天姓郝竞选老来保促进家园 生日后三月交给孙安保健康促进家园 做这个运动就对我们设定帮助 希望我们多个人来兼顾的 我们社区尤其兼顾的 健康促进展的这种生日的 来兼顾后就对我们健康一顿帮助 所以我们在健康良好之后 让我们健康持续 我们宜兰关所有庭 十六点几日 说起来是我们宜兰关里 第二个长寿的这个地方 这代表就是我们宜兰 一个健康快乐的这个地方 所以说在这里我们忽畜到 我们对这些老大人 人劳的外党 可以促进到它的健康 都没走出来 现在只是我们有所有的社区 所有的外党 大家都走出来 看到大家现在打局队 或是这个棒球队 在这边边 大家站起来 大家都非常年轻 身体的这个地方都没有 台湾的这个老年过来 是怎么这么多人 人这么多人 他们就是我们保护好 我们所有的老年过来 都可以照顾自己 也可以滚倒 宜兰县老年人口数比例为14% 而苏拉镇为16% 为全县12乡镇市中排名第二 再满入高龄化的社会现金 县政府之旅推动 让老人健康在地老化 成立老来保健康促进家园 目前包括了伟倩 顺和 街头粪 顺安等老来保健康促进家园 今天加入了第五站圣湖站 营造一个符合老人友善城市的健康社区 社会福利里面 我们现在放更大的基础 就是在放在社会人的教育 社会人的教育 就是给我们一个很简单的力量 让我们的社会在地 接近在地 健康劳 这是我们最好的颜色 政府的制度 让我们各种社会的制度 来做人员 来准备 做准备 在这内包括医疗系统 包括医疗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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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要来做一些 除了今天盛湖站的街牌之外 紧接着下个月 投城龟山社区 也将船程接手成立 逐步朝向建构一厢正式 至少一处老来保健康促进家园站的 施政目标 亦然新闻记者是市民采访报导 谢谢大家